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们每一次出发的行囊 是没有路也要拼尽全力送给他们的领路 2016科学下乡记 我们一直在路上 就在我们刚才身后 又要把我们的领路 继续赶紧撤离去 我疯了 我好佩服当地人 用个每天两三趟的往返 最高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四川梁山州昭爵县城 驱车到悬崖村脚下 路程不到70公里 平常只需要一个半小时 就能到达 可就是怕什么来什么 在距离悬崖村30公里左右的地方 路被删掉下来的大师拦住了 我们的汽车是过不去了 现在呢我们只能求助当地的村民 这个摩托车前面再走走看看 能不能到达30公里里外的追击地 在这条只有摩托车能够行驶的道路上 到处都是踏放的痕迹 有巨石横在路上 或是土坡把公路堆填 摩托车刚刚行驶不久 再次被拖停下 摩托车旅程只进行了五分钟就结束了 就当我们刚才身后发生了一次塌方 现在的整个路呢已经完全垮掉了 翻过这里之后再坐一程汽车 就可以到达阿土利尔村了 因为这里整个路基完全塌方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 当地的居民为了通行 只好在岩壁上打上几根钢筋和扶梯 勉强通过 加上随时可能有落实 我们需要快速的通过 原本开车只要三十分钟的路程 我们换了三次摩托车 四次汽车 翻了一座大滑坡 爬了一个大坑 足足用了四个小时 才赶到悬崖村的山下 当地人说 这个路要等到雨季之后 也就是九月份左右才会开始休战 因为一旦下雨 又会塌风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悬崖村的山脚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人都已经整装待发了 我们的目的地在哪呢 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 看到最高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那个地方离现在的垂直距离 大概是一千米左右 悬崖村其实叫阿图利尔村 在崖壁之上 在这座名副其实的悬崖村 与外界相连的路只有三条 其中两条沿着山体 几乎在八百米悬崖垂直上下 而第三条沿河谷而行 相对平缓的山路 则只能在枯水期每年走三个月 当地人都喜欢走的是第一条 虽然腾梯多 但是能踩能抓 走起来就更安全一些 如果没有这些绳索的话 一般人根本爬不上来 走 太早了 所谓藤梯路 就是用木头和藤条 变成了梯子 搭出来的一条路 即使是老乡们说的 最安全的一条路 他们说已经爬了三分之一了 我好佩服当地人 能够每天两三趟的往返 在阿图利尔村 有十五个孩子 在山脚下的小区读书 最大的十五岁 最小的六岁 出于安全的考虑 这里的孩子上十天课 放五天假 平时住校 只有在月中月卧返家两次 太怕吗 老婆 为什么爬这么快啊 笑话一下 现在正值暑假 有的孩子在山上 有的在帮家人做事放羊 我们语气好的话 可能碰到几个孩子 并为他们做科学实验 虽然一路艰难 但只要把科学实验 带进村子 带给孩子们 我们就有无限的动力 阿图利尔村 海拔一千四百米 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 整个村子没有平地 我们只好在房顶完成了实验 三个多小时的悬崖峭壁间的攀爬 我们终于来到了大梁山的悬崖村 我们现在在一户人家的房顶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就是非常漂亮的大山 还有很多漂亮的玉米地 我们的科学下降记既然来了 怎么可能只做一个实验 今天实验道具特别简单 就是这些钢的猪链子 你们有见过这个吗 做什么用的 这是一条连在一起的猪链子 它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我们把它放到了这个杯子里面 哦 杯子呢 举起来 然后我把这个链子往下一扔 你们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的 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 我也猜不出来 试一下好吧 我们把当初往外头一扔 各位仔细看 三 二 一 好 准备 三 二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这个现象被称作猪链的反中立效应 就像喷泉中喷出的水流一样 猪链是先向上再向下运动的 而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与猪链的特殊结构有关 猪链其实是一系列连起来的杆子 在飞速运动的过程当中 已经脱离了玻璃杯的小杆子 会给之后的杆子一个向上的拉力 而这股连续的拉力会使猪链向上运动 从而形成了猪链的反中立现象 虽然原理有些复杂 但是它将会被科研工作者 运用到科研工作当中去 比如说研发神系卫星 太空升降舱等等 我在悬崖村做的点实验 不仅让小孩子兴奋不已 旁边的大朋友更是激动得不得了 今天我们需要用这个实验 来送给他们一点点光明 哇 经过我们询问才知道 他们有的竟然根本没有上过学 有的竟然也只是刚刚读完六年级 你几岁 17岁 读书了吗 那还读书了 17 刚学习毕业 那你还打算继续读下去吗 大学毕业为止 17岁 小学毕业两个月了吧 那现在不得了 你想不为什么说的吗 因为家里挺困的 由于家庭贫困 再加上交通不变 过去很多孩子在10岁过后 才开始下山读书 所以读完小学 已经实习89岁的年纪了 是科学象象记 遇到的年纪最大的小学年生 有没有什么梦想 去打过 去哪里 广州 想唱 想唱歌 就想竹树 就想竹树 希望这次的科学实验 能够给予少年们些许力量 激励着他们走出大山 实现梦想 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我们每一次出发的行囊 是没有路 也要拼尽全力 送给他们的女物 2016科学下乡季 我们一直在路上 炎炎夏日 大家最喜欢的运动 当然是游泳了 不过呢 最近有一项调查显示啊 在检测中 很多游泳池 都是尿素超标 尿素 顾名思义 应该是尿液中含量比较多吧 那么就会不会是游泳池中 有人抽抽小变了呢 我们今天就好好调查调查 大家好 我是金美猫 与智慧一生的机器人 球球 新闻大球真的球球 Hello 你游泳后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吗 有时候觉得身上有点痒吧 有时候耳朵会进水 眼睛吧 就是比较张的风暖 然后有点红 头很疼 然后肚子很疼 很疼 皮肤比较干 头发也洗 洗头也不太容易洗 就是跟平时的水会不一样 调查显示 很多人游泳后都会觉得眼睛干涩 耳朵咕噜咕噜的响 这些不适的症状 都是因为游泳池的水不干净的导致的吗 之前北京石井山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 对多家游泳馆的水质进行了检测 发现 六家游泳馆分别存在 尿素 鱼律 细菌走出超标的问题 8月6日 宁波市卫生监督所 抽出全市正常人业的180家泳池 其中 有六家泳池水质抽检不合格 只要为尿素 细菌走出超标 7月25日 上海市卫生监督机构 向社会通报的诠释 四大十六家游泳场所 监督抽检结果 十三家游泳场所 因微生物指标不合格 或尿素穿飘严重 求人记者联系了专业的检测机构 我们将三座游泳池的水质 进行了车用调查 那我们今天检测游泳池水质中的 哪一些项目呢 今天主要是检测水的 PH值和水中尿素的含量 那我们该如何检测呢 先来看看我今天带来的工具 来 开箱 DH检测仪 它能快速地检测出水中PH值的值 水中尿素快速检测试剂 我们会通过颜色的变化来判断 它水中尿素的含量大概是多少 好的 九九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检测一下PH值吧 好 帮忙下水检测了帅哥 机器人不能沾水的啦 会短路的 这个显示屏的数字在发生改变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数值了 现在的数值是7.1 7.1 对 那么这7.1说明水质合格吗 是一个标准的值 国标规定泳池PH值 在7-7.8的范围内是合格的 可以证明这个游泳池的水是OK的 合格的 对 求求 PH值对水中的人有什么影响呢 感觉身体被掏空 我知道了 咱们赶紧联系全球专家库吧 上海瑞清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潘萌 人体的皮肤的PH值呢 就是中性 稍微偏一个弱酸性的 这样一个成分 如果游泳池的PH值太高 或碱性的话 对皮肤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 一般来说呢 会引起一些刺激性的 或者是接触性的皮炎 这是比较多的 专家表示 其实PH值的异常 人体也能感知出来 PH值偏碱性 游泳的时候会有滑溢的感觉 同时水体有结构的倾向 如果PH值偏酸性 会伤及人的眼睛或皮肤 细菌和微生物容易滋生 除了PH值 这个永迟的尿素 是不是在标准范围内呢 好 那我们现在来检测 尿素又怎么检测呢 尿素我们先取样 放在这个小瓶子里吗 对 取10毫升 我们在取样的泳池水中 加入了尿素检测试剂 大约10分钟左右 水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 再对比尿素含量的笔色卡 就能得出结果 尿素含量在3.5毫克每升以下 是正常的 这下的尿素含量 竟然达到了5毫克每升 那么其他游泳池的水质怎么样呢 随后 球人记者又分别检测了 两家游泳场馆的PH值和尿素含量 三家游泳池的PH值 与尿素的检测结果出来了 第一家游泳池的要素含量偏高 而第二家和第三家的电池值偏低 在了解介入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游泳池的水是如何进化的 想让这个水干净的话 就是说这个水要全天24小时去循环 再经过我们这个有过滤网 然后有这个沙缸过滤 然后再进行那个滤沙毒 再进入水池 就是相当于三种过滤 水从泳池边溢出后 会经过两套过滤系统 大件物体通过过滤网过滤 小件物体通过沙缸吸附 随后再通过加滤的方式进行消毒 消毒过滤后的水再注入泳池内 全天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循环 但是这样就能处理掉一些杂质和细菌 关于如何排解尿素 工作人员表示也没有好的办法 这个尿素它是没办法用这个药物去去除掉的 总是说用不清水的方法 给它稀释然后再排掉 但是这样子就是说 很浪费水 我国游泳池水质标准规定 尿素的含量不能超过3.5毫克每升 尿素超标会导致过敏性结膜炎 引发一些皮肤病 所以游泳池需要控制尿素的含量 那么尿素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难道真的是因为有人在泳池里尿尿吗 湖南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局 卫生监督处处长杨家明 泳池水质水的尿素缸 主要有这么几个情况 一个的话就是游泳池在游泳过程中出汗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进入游泳池之前没有进行车子清洗 把这个汗液带进入游泳池 第三种情况的话就是 有少数人的这个共用卫生 有西断来不成好 在这个水水里小便等的一些情况 如果说这个尿素高 所以你这个水里用的时间太长 需要尽快的补水 你会在泳池里小便吗 为什么呢 尿泳池 我在游泳池里面尿过丝水 有时候尿过有时候一直没有 我呛了一口水 然后所以就尿了 我找不到那个水 卫生间 我忍不可忍了 很急 所以我就刷到泳池里面了 证查显示 确实有不少人 游泳在泳池小便的行为 而且以小朋友居多 那么样子含量超标 会有什么影响呢 尿泳池呢 是作为那个游泳池 池水的一个水质的 一个特定指标 含量太高的时候 它会以水中的鱼鱼 发生反应 产生的鱼干的吸物质 对人家皮肤啊 脸膜啊 可能造成一点刺激 专家告诉我们 泳池都是用氯来消毒的 而氯会跟尿液里的成分结合 产生氯化氢 吸入这种化合物 有可能会伤害 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心脏和肺脏 求人记者 分别在早上开馆前 和晚上闭馆后 对泳池进行了两次尿素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 一天之内 泳池里尿素含量 由1.5毫克每升 上升到了2.5毫克每升 所以 为了控制尿素含量 每天泳池都需要换一份的水 吸食掉泳池中的尿素含量 这显然会提高泳池的成本 最终 这些成本都会平衡到 每一个渔泳的人身上 如果大家都不在泳池中小便 大家既能省钱 又能提高渔泳的质量 但是问题来了 怎么样才能让人 不在泳池中小便呢 有个质量的说法 有一种血尿剂 无毒无味 可以加入到游泳池中 如果有人在泳池中小便 它周围的水 就会变成红色 血尿剂 这种神奇的功能 也出现在了电影 长大成人的情节里 如一家人 去水上乐园玩 有人在泳池里小便 结果水都变蓝了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 英国皇家化学会 北京分会主席戴维 就两年之前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他们发明了一个新的装置 他可以测鸟水里面的一个化合物 叫鸟蛋素 但是很多媒体要把这个科学的结果 跟我们的传说要结合在一起 写了一篇文章 哇 科学家刚发明了一个新的装置 所以他拿一个科学的结果 误会了 但是恐怕到目前为止 科学家没有这个能力 其实我认为是以后 这个问题是太难解决了 专家表示 又不存在这样的咸尿剂 这个说法是一个传言 那么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大家不再用这小便吗 求证记者决定进行一个实验 在泳池中小便当然是不对的 可是这种行为却很难被人发现 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能够杜绝这种行为呢 今天金金和球球在这里 就准备采用奖励的方法 和大家进行一个小试验 看看我们泳池中的人们 能不能够获得我们免费的冰淇淋呢 经过改造的公厕 被放置游泳池旁 它旁边可以接着一个进度灯 它可以根据检测 进入公厕小便的人的药量 当进入公厕的人比较多的时候 进度灯夹到眼端 这边的冰淇淋车 就会自动启动 线上的人 就能每人得到一个免费的冰淇淋 我们通过奖励冰淇淋的方式 来鼓励大家上次小便 这样的实验会成功吗 实验进行了二十分钟 目前还没有人来选公厕 都等了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有人来啊 乔乔 你快去告诉他们上岸人有奖励 快去吧 快去吧 小秀 加油哦 上岸小便有奖励哦 能吃冰淇淋哦 有一个小朋友来了 你是来上洗手间的吗 我第一个不错 快点快点 快进去吧 哇 终于有第一个小朋友来了 太棒了 我们看到了 这个能量灯呢 也是升起了一格 哇 小朋友你知道吗 你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使用 这个公共卫生间的小朋友 就是太棒了 哎 你赶快过去告诉你的小伙伴们 如果他们都来的话 就可以获得免费的冰淇淋哦 好 赶快去好不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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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里要免费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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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第二个小朋友又来了 哇 这下一下来三个小美女哦 看来我们马上就能够成功哦 小美女你为什么来这儿上学校间啊 可以告诉姐姐吗 没错 可以令你 glasses 说一周 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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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啦 好 我们看到能量哥已经亮了八格了 只差最后一格了 也就是只差最后一个小朋友了 那在哪里呢 哇 最后来的没想到是个大人 哎 小朋友 你为什么要把你妈妈偷过来啊 我要吃冰淇 哇 我们的能量灯全部都亮起了 大家真是太棒了 你们高兴吗 高兴 高兴 我们去吃冰淇淇淇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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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时都是他 就是我们教他怎么去做 今天他教我怎么做 我觉得挺好的 经过一天的实验呢 现在我们的游泳池已经停止营业了 在实验开始之前 我们检测过泳池中尿素的含量 现在呢 我们再检测一次 看看会有什么变化吗 耶 经过今天的实验 泳池的尿素含量变化 看来这种激励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求人到这里 我们知道了 游泳池的尿素膏 就跟去游泳人的卫生习惯有关 也跟游泳池方的管理有关 希望大家不要在游泳小便 另外各个泳池也可以参加我们今天的实验 设计一些假名机制 鼓励大家善惑小便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 您在生活帮助遇到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微博上 App新闻大求真 或者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一切问题告诉我们求真记者 都会帮您找到答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